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有几个因素一直在拖累台积电的股价 包括与英特尔成立合资公司的传言美国投资增加对利润率的影响 数据中心人工智慧需求放缓以及关税对终端需求的影响 摩根大通此前发表言报将台积电目标价从1500元新台币下调至1300元新台币 给予增持平等 小摩预测受到N4N5和N3工艺强劲需求部分就制成集单 以及先进封装业务持续增长的推动下 台积电今年第二季收入可按计增长5%至8% 但在关税和全球经济放缓影响下 台积电管理层可能会将2025财年的收入增长指引 从约25%下调至20%的中低区间 目前小摩预测其全年收入按美元计价将增长23% 小摩认为台积电重申了其长期数据中心人工智慧增长指引 到2029年复合年增长率达到45%左右 同时也会淡化美国投资增加对增量利润率的影响 考虑到多种情况 台积电虽然对于英特尔的合资公司予以否认 但传言不止 这对该股来说仍可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同时也考虑到关税和全球经济放缓带来的增长放缓 考虑到需求增长疲软 小摩将台积电2025至2027财年 每股盈利预测下调4% 12%及4% 小摩又指出 从过去的下行周期来看 台积电股价已经反映了大部分负面因素 若不再出现大幅影响每股盈利下降的情况 预期股价短期内可能反弹20%至25% 在财报方面 小摩预计台积电25年第一季度业绩基本与预期一致 25年第二季度只因保持健康 小摩预计25年第一季度业绩将在指引范围内 考虑到好于预期的收入和与地震中断相关的一些额外成本的影响 展望25年第二季度 小摩预计台积电的环比增速指引将为5%至8% 小摩预期为7% 这得益于N5和N3工艺系列的持续增长势头 以及由于关税暂停90天而出现的一些旧节点的集单 其中不包括中国业务 老工艺节点的需求趋势有所改善 例如来自行动SOC供应商的订单增加 如联发科和优硕的N7和N12 以及AMD的部分产品 而英特尔的一些需求减少 总体而言 小摩预计台积电25年第二季度 业绩将保持健康 利润率在50%区间范围内 可能是58%至60%的范围 小摩预期为58.9% 尽管AZ5的增长稀释越来越大 尽管部分项目关税减免 但小摩认为仍需谨慎行事 白宫日前宣布的智慧型手机 个人电脑和其他电子产品的关税豁免 消除了对这些产品的初步影响 如来自中国的高关税 但美中消费需求放缓 对需求的影响 在2025年下半年和2026年 可能仍是一个风险 因此小摩对需求持更为谨慎的态度 尤其是非人公职会领域 它应该会受到更快的影响 小摩将台积电2526财年的收入增长 预期下调了4% 现在预计同比增速仅为23% 13% 由于其强大的工艺路线图 N3和N2和行业领先的封装技术 摩根大通预计台积电的结构性增长杠杆 将保持强劲 因为它在人工智慧加速器和尖端AI领域 几乎垄断的地位 然而 由于关税和全球经济放缓 小摩认为台积电可能会降低 其2025财年收入指引 以对终端需求采取更谨慎的看法 小摩还预计需求增长疲软将影响美股收益 特别是在非人工智慧类别 预计2026年将产生最显著的影响 与此同时 摩根士丹利摩根斯丹利在5月上旬将台积电列为首选股票 呈大型科技公司在人工智慧领域的强劲资本支出 印证了该公司的光明前景 摩根士丹利虽然也下调了台积电的目标价 但对台积电股票平等为增持 台积电每股5月开局一度上涨4.6% 收涨3.6% 大摩分析师Charlie Chan指出 Meta和微软两家公司的资本支出 显示出对AI产品的需求依旧旺盛 鉴于Meta和微软发表的强劲 AI资本支出指引 他们将台积电重新纳入首选名单 两家公司强劲的AI资本支出 应能打消市场对台积电 CoOS晶圆上晶片 再植入基板订单削减的担忧 媒体报道 此前摩根士丹利之所以迟迟未能将台积电列为首选股票 主要受制于三大悬念 AI需求可持续性 台积电与英特尔合资的可能性 以及美国半导体关税 在AI需求方面 摩根士丹利表示 投资者近期对台积电先进CoOS封装技术订单削减的担忧 似乎被夸大了 其分析师写道 他们最新的供应链调查显示 台积电的CoOS要需求保持不变 Meta将其2025年全年资本支出计划上调约70亿美元 微软则暗示把资本支出中的一部分 转向周期更短的伺服器设备以填充那些数据中心 关于是否与英特尔合资这一悬念 摩根士丹利报告称 情况看起来也不那么令人担心 预计台积电在未来CPU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涌现 台积电的2nm制程将用于生产CPU与GPU两种晶片模块 但会与Intel 18i节点共享产能 台积电管理层已排除了核资的可能性 至于半导体关税 摩根士丹利表示 在5月的决定 出台之前仍存不确定性 但未提及新的风险变化 不过摩根士丹利强调 一旦这些悬念解除 他们预期股价将迅速反弹 尽管目标价被下调 大摩仍维持对该股的增持 overweight平等 与同业相比 台积电是更具吸引力的增持 OW标的 按2025年预估市盈率 几15.5倍 总体来看 除了摩根士丹利 还有多家金融机构 对台积电股价做出预期 Bernstein维持对台积电的 跑赢大势 outperforming等 强调其在封装技术方面的进展 是未来增长的战略资产 Stiffle则调整了对台积电的预期 预计资本支出与扩产计划将放缓 以而下调目标价 此举反映出 对终端需求和台积电激进扩张 可能放缓的担忧 摩根大通同样下调了目标价 但维持增值平等 理由是预计2025年营收指引将做出调整 公司第二季度 营收预计增长5%至8% 但关税影响及全球经济放缓 导致全年营收预期更趋谨慎 然而摩根士丹利分析师则预计 未来12-18个月台积电股票的总回报 将超过其所覆盖股票的平均水平 将台积电列为首选表明 分析师认为其相较同行 具有显著的潜在上行空间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